俄罗斯塔斯社8号援引赫尔松地区紧急情况部门的消息报道称 因卡霍夫卡水电站大坝遭破坏 目前已有1.4万栋房屋被淹 近4300人被疏散 另据俄新社报道 新卡霍夫卡市市长列昂基耶夫8号表示 大坝溃坝已造成5人死亡 另据路特社报道 赫尔松地区负责人8号表示 截至当天早上 该地区的平均水位为5.61米 约60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淹没 其中68%位于俄罗斯控制的地涅薄荷左岸 另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8号报道 地涅薄荷右岸共有20个定居点和2629栋房屋被淹没 尼古拉耶夫地区负责人称 当地11个定居点及部分桥梁被淹 一些村庄目前没有水电供应 当地政府正在进行疏散撤离工作 乌克兰方面称 截至8号早上的8点 共有1995人从洪水地区转移 其中包括103名儿童 中文字幕称 中文字幕称